肖战养子的余生,请多指教迟迟未播,真相其实很简单,根本没有那么多的阴谋论,根本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收益,有人说是压剧是为了防暴肖战养子,更是扯出什么阿里系腾讯系,活生生搞出双战的味道出来。 先不说从资本的角度说,我之前分析肖战背后的资本的视频中,用股权穿透的方式分析得很明白,防暴这种说法就是无稽之谈,最显而易见的水果台,购买这部剧至少花了上亿的版权费,面对越来越大的财政赤字,他们当然希望肖战养子二位越红越好,越红这部剧知名度越大,越红广告主投钱越多,自己才能赚得越多。 而且在2021年星光大赏舞台上二人同台演出,在微博上甚至剧媒播,二位的CP话题已经隐隐若现,这也证明无论是剧方还是平台,都希望二人越红越好。 经历一系列演员爆雷连累的作品事件之后,很多平台都不敢随随便便压剧,都怕剧里某个演员又做起时间管理大师,一两个亿的版权费,就完完全全打了水漂。 现在平台都是有剧,特别是有爆款的剧是越早播越好,所以,水果台无论是从哪个角度考虑,都是越早播出这部剧越好。 但是迟迟压剧不播,只有可能是因为水果台想把这部剧上星,赚取更大利润。 一部剧上星的意思就是,这部剧可以在湖南卫视、浙江卫视等各大卫视频道播出,也可以同步在网络平台播出。 但是,不上星的,只能在网络平台上播出。 一般上星剧都是大成本大制作,但是像一些单改、穿越、篡改历史类题材的剧,是上不了星帝。 没上星的剧就像陈情令,统称为网剧,网剧只有网络节目被暗号,而上星的剧,不仅有省级广电发的许可证,肖战养子的余生迟迟不播,拿不到上星资质才是根本原因,真的没有那么多所谓的防暴,蹭流量等等阴谋。